Hello大家好,我是潘大师,欢迎收看本期大师观战来观战一把土玩长的速散之魂 先知前锋,调香昆虫 搬了一个佣兵,届时没有拿 这套阵容的话,每个人都有牵制能力 如果上来不找到,找不到这个先知的话 第一个点找到的不是先知这个点的话 这把穷者还是挺好打的 因为这套阵容,大家的一个牵制力很强 昆虫也好,调香也罢 这两个点前期牵制这个速散,那人手一把,都是一把好手 这道具三次香水,昆虫无限堆,这难搞难搞难搞 硬椎调香是不太可能,这个散不可能浇 浇了这个香水我就想请问,浇了这个散我就想请问一下真的要抓这条是吗 这条香是岂是你想抓就能抓的鸟还给上了这么稳 这也太,其实我觉得这刀可以打吧,打了落地刀,对吧 开个技能,香水再骗出来 调这边跳下去 拖着拖着,这硬抓调香是外面三台机应该是驼驼 再反走 反绕一手 诶 调香是这边也很聪明啊 知道你想反绕我 呃,但这边一个跳流香水一玩还能再拿一波时间啊 再拿一波时间,插一个眼 跟出来,丢伞好了这条是没 翻个板子,拉个加速往外走,这边丢伞封住他的走位 丢伞照做,跟过来一个蓄力刀带走,三台机有了,三台机有了 先知对吧,这边应该是第二台了 前锋的话这台马上也能开 先知说来,我吸个鸟 好,诶,你这边最多插个眼嘛,你插个眼,插个眼,你又不是打我一刀,打我一刀前锋 球就好,前锋秒击就好了,前锋秒击好了,他这边就来,诶,没好吗 没点亮,那前锋这边保了呀,速散这边 又要来看到的就是老生长谈的一个团长 防前锋了,团长防前锋了,但这波的话其实我觉得直接挂会更好一点,这边做动作 牵起来 球人那边好像也没有想打的特别激进,因为他密码机其实够的,直接选择撞救 知道你防前锋厉害,我撞救,我把你当做一个手与灵接管者来打 对吧,打一波撞救 一刀,好,打前锋脸上,那强师这边两刀拉开,继续回大船了呀 躺死角 插眼,开吸魂,往前顶 位置上面来看,强师这个位置反而不太好,这个位置不太好,牵制 他想要压脚步的话 这个地图还是比较空旷的,摇一手零 前锋需要把自己的密码机补掉,然后新修一台,昆仑接着来就最后一波人 先摘密码机压住,那这样的话这波其实前锋第二波球来撞 没撞到东西反而被打,反而被打一刀的话是给到了这边 监管者一手,翻牌的机会点了 前锋先把密码机给补了吧 外面前锋半状态,先知这里的话,这密码机因为一直被插眼干了 那昆仲学者这边就算来救救下来,密码机好像也不是特别够啊 看一下够不够 这个因为插着眼呢,先知这边一起来救 配合着来救,不让你吸鸟,这边切 压着再补一个眼 再回身过来,摇个零,好,吸魂 这边追着打,扛刀都扛不了 因为在吸魂状态下,这个你都根本看不清队友在哪里 牵起来,先把这人挂飞,对吧,哎,漂亮 这波,这波撞撞的nice,那没办法,这边是开吸火源过来 你还想玩虫,还玩虫,还玩虫,打你 这波前锋撞的,可以啊,在这么极限中,这波挂飞的话,我感觉团长已经赢了,好吧 三个人在脸上面,我想打谁打谁,先知吸出了一只鸟 那边摸强尸 丢伞,走位上面封住,鸟一顶,那这边先打一刀吧 板准破了,他不是很喜欢打鸟 因为我觉得打一刀,然后这边先知拉开,跟上去摇个零 这个先知也得打 等下,结束 外面重启,呦,这个时间算的,心里面默念的吧 因为我那天看那个 某个图皇,忘记了是谁了,他在打那个先知的时候,对面了解他就 1,2,3,4,这么在数的,然后数完以后一刀也是这么来的 不知道团长是不是这样默念的,这把的话我觉得团长应该是翻了,应该是翻了 因为这条是个白板的,先蓄力刀打 没关系 这边,开个吸魂,追追 把这个人挂飞吧,先打一个淘汰型的一个三人开门战的一个残局啊,这样的话他更有机会一点 前锋这边想来保,哎,左右 前锋想来扛刀了 一刀打中,震射 强木头,密码机够不够,差不多 密码机直接点亮,那这样的话蓄力刀能挥到吗,挥不到 还是,由于前锋那波撞,求者这边的话是抓到了一手机会 呃,但这个开门战 看先知贴门,贴的远不远 好像,这个还是有一点,漂亮,打到了 打到这边应该是插眼,三个眼全部交在这边,然后丢伞,挂吗 挂了再丢伞,那先知还没到门,还没到门 看有没有带暴木的,哦,他带暴木的,他带暴木应该是知道的,求者没那么快到门 这边先开吸魂,因为这个伞直接丢也丢不到那边那个对角线的 先开吸魂来排一圈耳鸣 然后这边的透视好像能看见这个先知 昆仑游战已经往回拉了 丢伞过来 这一手,一刀门刚好点开 先知是没上过挂的 调香师这个位置的话,耳鸣还没给到 这边门开了,其实我觉得就不太好赢了 门开了就不太好赢了 昆仑游战在那边过去把人捞下来 这里 耳鸣出发 看见足迹了,看见足迹了,看见足迹那边点门 平局平局平局 差一点点吧,当时如果能把这个昆仑,把这个调香师淘汰的话 我觉得应该是一个那个 再丢伞 再丢伞 这么狠 丢过来来找 前锋这边的门应该能开掉吧 这个门应该是能开掉的 开掉开西魂往前找 找到昆仲学者 这一波找到昆仲 人家翻交互够快 算了算了算了,回去了 回去了回去了,要不然这抢身摸起来了,反而得不偿失,平局先保下来 那这边挂飞以后昆仲就要跳地窖了 还是自闭这一波最后的那一波撞吧,那一波撞真太关键了,没有那波撞 三抓四抓 走了走了走了 好的本期视频到这边就结束了,也是感谢达斯克,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路由 creeping大省 家喽 Uhm 人家喽 awhile targeting